出道至今,李嘉欣身上有两个标签,一直为人所乐的,一个是她几乎挑不出瑕疵的美貌,而另一个就是她与富商刘鸾雄剪不断里还乱的情绪纠葛。 外界很多人都认为,李嘉欣只是一个空有美貌没有独立思想的花瓶,甚至用到了美德美丽毫无灵魂的形容,但其实李嘉欣还真不是,她美而自知,知道美是一种生产力,也懂得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 她的人生,看似一直在依附男人,实际上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的,而这一切,也源于她的破碎家庭。 1970年,李嘉欣在香港出生,终服婚婿啊,爸爸是葡萄牙人,妈妈是上海人,上面还有一个姐姐,李嘉欣同年时家境还算不错,就读的是香港名校玛丽诺修院学校,都说漂亮女人大多无脑。 但李嘉欣是个例外,她在学校里,属于勤奋靠学的那一贯,在会考时还得到了四个A的成绩,成得上市学校里的佼佼者了。 按照校李嘉欣,预想的人,生回忌,她日后应该会升入名校,毕业后做一名空姐,但这个理想很快就吞念入度。 再也没提起过了,李嘉欣的爸爸决定要离婚,留下李嘉欣的妈妈独立抚养她和姐姐,致辞。 三个女人要一力撑起这个家,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,一个人如果在童年时期,家庭出现了很大的变故,那么一定会在未来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的。 在李嘉欣的心理,由于有父亲离开家庭的那段经历,也直接导致了她对于未定生活的强烈渴求。 在原生家庭影响下,李嘉欣值得被迫成长,她在课外开始兼职做广告模特贴补加油,18岁的时候又主动放弃升学,去参加香港小姐。 只因为娱乐圈赚钱比较快,参选岗姐也成为李嘉欣人生的封水岭。 岗姐比赛期间,以嘴度渐长的岗门意外,第一用了识破天惊这样的词,来赞美李嘉欣的美貌。 大众也基本都是看好她夺冠的,最后她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,一路闯关拿下了1988年岗姐冠军。 当时李嘉欣是有男友的,香港才子倪震,出身书乡世家,姑姑是鼎鼎大名的艺书。 不过,在李嘉欣探入名立场后,她和尼正的分歧也越来越多。 有传言说,尼正接受不了女友一夜成名,甚至风头盖过了自己,最后,这段感情已分手告终。 之后,一书还写了新书《印度墨来暗讽李嘉欣》,借此安慰侄子倪震,大体世家敬评韩卷美貌惊人的女孩刘易子,为养家看入娱乐圈,与情意相投的知己成玉境,一路兜兜转转。 最终错过的故事,以港姐身份出道了在李嘉欣,当年是由TVB高层,方亦华亲自和她谈合约的,足以看出TVB的诚意,网界港姐冠军大多是直接签约TVB拍电视剧的。 而李嘉欣只拍了一部电视剧《花月佳七》,之后公司便派她主攻电影圈《笑傲江湖2》,渡成大亨而李嘉欣无子角的脸,看得起严苛的电影镜头,而且她也不是花瓶类,演员,看得出是用演技的好苗子。 李嘉欣和大导演的几次合作都很惊艳,比如侯小贤的《海上花》,李嘉欣演一个很破烂的角色,举手投足都有角色的气场在,还有那不王家卫的《堕落天使》,被称作是李嘉欣的《美貌巅峰期》,带出了美貌以外,整个表演过程也是有看点的,迷离,颓废,静默, 她都抓住了,按照当初的设定继续发展下去,李嘉欣的后续潜力肯定不小,但偏偏人家之不在此,拍戏纯属玩票性质的,也许对于她来说,找一个好的归宿,才是终极追求吧。 在九十年代的香港娱乐圈,富商名流们盛行结叫女明星,很多女明星为了嫁入豪门而甘愿戏影,作为全港主目的新任港姐,李嘉欣自然也成了众多人的目标。 这其中,就有身价善意的超级富商刘鸾雄,刘鸾雄是有家事的,原配宝有情,两人不仅是夫妻,也是曾一起打下江山的事业伙伴,但刘鸾雄没人极为花心。 在港圈还有个女星狙击手的外号,因为她追求的几乎都是时下至少可热的女明星,除了李嘉欣,还有蔡绍芬,关君林,袁杰英等,而且出手不是一般的阔绰。 在一种阴阴厌厌厌中,刘鸾雄最重爱的还是李嘉欣,1992年就豪至2000万港币卖下香港半山顶级别墅送给李嘉欣,1994年又加赠淘马第一处超级别墅。 据传,李嘉欣在1997年,转售位于半山的别墅时,卖出了6800万港币的天价,这两间别墅加起来,直接让李嘉欣获利,超过8000万港币以上,称得上是小富婆了,出了物质上的寄予。 刘鸾雄对李嘉欣还十分体现,有一回李嘉欣所住的公寓停电,他突然想吃肠粉,结果刘鸾雄心甘情愿,得爬了二十多层楼梯,上门送餐。 今晚李嘉欣扭上了脚,刘鸾雄立马赶去照顾,还背着他满大街找爹打馆。 1991年华东水在期间电梯又停电,刘鸾雄甘做搬运工给,需要出差的李嘉欣扛行李下楼。 对李嘉欣而言,他在刘鸾雄身上,得到了自己相宝的物质生活,以及情感需求。 但刘鸾雄的周围是一片森林,李嘉欣或许是他最喜欢的一棵树,却永远无法成为他唯一的那棵。 党媒曾经爆出李嘉欣打电话给刘鸾雄的一段录音,录音片段里,李嘉欣气势雄雄的质问刘鸾雄为什么对蔡少芬好,以及为什么牵下红心,并且出口不断。 看得出来是骨气压压了很久的远气,事实上当时蔡少芬的确是刘鸾雄新猎物之一。 1991年,家境平寒的蔡少芬以港界继军出道,在第二年18岁生日的时候,他一生名牌剧转,他在香港历经酒店大败五十桌酒席,耗资数百万,背后掏钱人便是刘鸾雄。 此外,刘鸾雄还帮助蔡少芬释赌,成性,他妈妈偿还了上千万的赌债,江湖传言是蔡姆将蔡少芬亲自托付给刘鸾雄,真情实感的爱着刘鸾雄的李嘉欣,知道这些后自然是不好,瘦的。 而保永勤和刘鸾雄在第三者这个问题上,应该是有过共识的,所以他对于刘的女友们已经司空见惯了。 还曾经来着刘鸾雄女友之一的关之林出席过晚会,年轻相当亲密,在香港知名媒体人家小芬的专栏里,从李嘉欣到保永勤也有提到,保永勤最喜欢蔡少芬,还曾帮他请英文老师,教他社交礼仪。 他保永勤曾公开表示刘鸾雄众女友中,他最喜欢蔡少芬,所以他特地请英文老师为分女补习英文,并教他很多社交礼仪,以便将来陪刘鸾雄出席大小场合。 可惜蔡少芬和刘鸾雄有缘无分,分手收场,唯独是李嘉欣,保永勤一直耿耿于怀,爆料说李嘉欣经常半夜打电话向他示威,在安静私人的地方。 他说的更多,重点提问李嘉欣受到的滋扰,他爱半夜三更打电话来,说些很难听的话,甚至动粗口,又说他在他身边,他不再爱我了,为何不挂断电话,免得自己激动。 他又有怪论,很可爱啊,我想听听他说什么,看他会多有创意。 1992年,刘鸾雄和保永勤宣告离婚,紧接着李嘉欣也以他的女朋友实在太多了,结束了这段恋情。 多年后,李嘉欣在采访里,承现在这段感情里伤害到了保永勤,插播一则去世,2006年。 刘鸾雄在李嘉欣生日当天,花大价钱买下整本报纸祝他生日快乐,并署名非欧才让那段大众再度想起那段旧日恋情。 事后,刘鸾雄回应,嘉欣是我的好朋友,虽然分开了,我还很疼他,登广告给好朋友,希望他快乐幸福。 之后刘鸾雄旗下最大商场也是以非欧命名,在和刘鸾雄的转情纠葛里,李嘉欣懂得了女人要非常独立才能留住男人。 他已曾经感慨男女之间永远没有公平的一天,所以我们要懂得取舍。 人生有伴侣当然好,有人对你好,当然好,没有,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 曾经有一段时间,李嘉欣好几年都没有抬脱,外界就变唱衰他有嫁无事,但他却越来越开朗,是会对女人有一种歧视。 觉得女人都有一个期限,总是在赶着做一些事,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时间表,人们怎么讲,对我没有影响。 于是他不慌不忙的忙着自己的生活,甚至许心学了一门外语,静静等候,原则到来,命运还是很眷顾李嘉欣。 之后他遇到了香港中间企业的董事,不三代许静恒,许静恒的情识也不少,曾和澳门赌王之女和超穷结婚,也和刘嘉玲订婚过。 但李嘉欣和许静恒都很喜欢彼此,经常在公开场合各种龙情秘义,也是在这段感情里,我们才看到了一个真正处于两爱状态的李嘉欣。 不在那么景气和歇斯底里,李嘉欣在采访里说,许静恒从来不会问他过去的恋情或是灿烂,而他偶尔好奇,想要知道许静恒的恋情时, 对方也是绝口不提,久而久之,他也觉得这,才是两个人相处的正确模式,过去不重要,现在和未来才是最重要的。 对于这段恋情,媒体们当时几乎是一致的不看好,认为豪门不会接受李嘉欣做儿媳,因为他既没家时,悲闻也一大堆,怎么也不像豪门儿媳,于是各种暗讽他。 结果两年后,李嘉欣就放光嫁入许家,以双手比威的姿态宣告胜利。 婚后,他只生了一个儿子,时不时的也会接一些适合的广告或商演,自由度很高,传说中豪门的悄悄矿矿和诸多规矩,在他这里统统不成立。 今年是李嘉欣和许静亨他入婚姻的第十年了,他经常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更新和丈夫的动态,看得出双方的感情依旧是足够好的。 他,纵观早期的李嘉欣,他拥有人人称赞的美貌,也因为这样改变了命运,得到了很多捷径和便利。 之后,他一度是亮情胸,在爱情里当过小三伤害了别人,没想到自己却也被小三们犯事,满身伤和的离开。 这一切,既有人生家庭的因素,也有社会环境的影响,香港娱乐新闻里,女明星们通常是以嫁人定胜负,虽然不太提倡这样的价值观,但看到李嘉欣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加入豪门时,还是想为他鼓掌。 这位香蕉第一美人,折腾了小半生,终于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 终于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 终于创与用了大小的归宿。 终于创与用了大小的归宿。 终于创与用了大小的归宿。